来来来你看这个家伙啊 这个大头车评 这个大头哥我知道啊 那个我俩也互相关注了 人家说的是啥呢 普拉多这个八道这个 有没有坦克七百好 那明显就没有坦克七百好嘛 而这个也是怎么说的 你看看 你有资格跟坦克七百比吗 你一个2.7的破普拉多啊 正是因为你在中国这个售价 你才有资格 咱别说了直接投票 如果你有70万 限量版的坦克七百 我就形成你们啥逻辑 人家说的是这个日系车 普拉多八道 没有坦克七百好 你整个投票说 一个宝马X5 一个坦克七百 你怎么变成X5了呢 你咋不说用这个日系车呢 你用X5就是利用人 哎呀 X5我有面子 是不是 有这个商务活动的一个用处 你用这个来打败坦克七百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你咋不用日系车呢 对不对 反过来咱们看看这眼的长相 包括他的视频我看了一些 他像不像日本鬼子 你就告诉我 就是他们这种断章取义的 是不是 这种歪曲四直的 是不是 这种打法是真是恶心 真是可笑 凡是赞成他的 还整个宝马X5选的也多 不是没有自信的 崇洋没外的 啥也不是的 就是那些烂七八糟的测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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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